各位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看一幅名画 这幅名画的名称叫 福西利亚 是意大利画家画的 画的是啥呢 是菜市场 我们看到过道非常的窄小 因为过道窄小 所以买菜的人就不能够在过道上停留 所以必须要匆匆忙忙 买到他想要买的东西 就要离开那个摊位 其实这是一幅写实的作品 当然了 有些菜市场它的过道是很宽阔的 不是画家故意把这个菜市场画得这么窄小 而是他可能就见过目睹过 非常窄小过道的菜市场 这反而让我们有一种 现代人很忙碌的感觉 很匆忙的感觉 好像我们被很多的事情挤在一起 你看他们的脸孔上都是没有笑容的 所以我们反省我们自己 整幅画面上充斥了一切我们吃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被物质给占据了 我们心里面所有的空间 我们留下来人和人之间的过道 互相的交流也是非常匆忙的 这样我们就算拥有了很多的物质 又怎么样呢 所以这幅写实的作品 给我们很多的反省 好 解读名画今天就到这 拜拜